人川亞運今天進行最後一天賽程 空手道是最後一項比賽 臺灣布農族十九歲小將 姑翠萍一路是五度五關 挺進女子五十公斤級的金牌站 這回對上了哈薩克選手 最後是以八比三順利奪下 人川亞運的最後一面金牌 為中華隊增加到第十金 臺灣女子空手道好手 姑翠萍在人川亞運最後登場的 女子五十公斤級比賽 連續四比零踢走越南 二比零擊退韓國 三比二打敗中國 三比零再棄走中國香港選手 連續四勝踢進了金牌站 跟哈薩克選手雅卡特琳娜爭取金牌 只有三分鐘的關鍵戰役 一開賽三十八秒 姑翠萍就以左腳上端勾踢 擊中對手的頭部搶下三分領先 這個左腳這是他的一個超級的強項 這是姑翠萍的一個拿手絕活 我們再來看一下 他可以在短距離當中高舉腿 然後用一個勾踢的方法 對手教練拿牌進行申訴 但無效對手在一分三十秒回擊得手得到一分 接著姑翠萍繼續猛攻 平平採取正拳攻擊強分 空手道的第二面 我們臺灣代表隊的第十面的金牌 他這個左拳有點到喔 應該有點到 有的再得一分 七比一 比賽最後五十秒 姑翠萍已經將比數拉到七比一 對手頻頻企圖以摔倒的攻勢 想要拉回比數 但只以拳擊再得分 剩下不到三十秒 雙方比數是八比三 這時候對手一技回旋踢 背手長腳長有著五公分 身高優勢的姑翠萍擋下 年僅十九歲的姑翠萍一路過五關 拿下了仁川亞運的最後一面金牌 也是我國代表隊的第十金 記者綜合報導